2月11日美國白宮公開發佈了 這份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審議文件 文件表示 美國將聚焦從南亞到太平洋豬島的印太地區所有角落 而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長期存在和承諾 報告強調中國正在運用經濟、外交、軍事手段 在該地區尋求勢力範圍 試圖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大國 與南亞共同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方向 報告指出中共的脅迫和侵略遍及全球 包括對澳洲的經濟脅迫、印度邊境衝突 對台灣的施壓侵擾、對東海和南海倫邦的霸凌等等 此外中共亦破壞人權和國際法 包括航行自由等規則 包括中國共產黨這種威權管制模式的輸出 我想這對於真正的國際秩序 是最關鍵、最重要的 而且關乎人類文明的發展 報告認為 未來10年的集體努力將決定 中共能否改變印太地區和全球的規則 白宮誓言要將聯盟關係現代化 加強與新興夥伴的關係 並投資在區域組織 報告總提及一個強大印度的重要性 目前來講中國大陸的機制所做的是往哪方向 往東邊和南邊 美國當然寄望長年跟中國大陸 處於非常緊張狀態的印度 能夠協助防備西南角這一塊 對台灣部分 報告就強調美國將同區域內外夥伴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支持台灣自衛 威嚇軍事侵略 所以從川普總統到現在的拜登總統 整個戰略邏輯 是有相通的傳承的一個穩定性 也就是嚇阻中共 或者是阻止中共的軍事侵略 台灣更應該要把握戰略的機會之窗 強化自己的自我防衛能力 在白宮公布這份戰略報告的同時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印太地區進行訪問 而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附近集結了十多萬重兵 帶有隨時入侵的架勢 對此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分析表示 一方面 烏克蘭和台海的情勢並不一樣 另一方面 美國一直以來都在準備 如何應對兩個同時爆發的區域性戰爭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計劃要訪問南泰的群島 也著手開始進行 同時也要恢復在所羅門的大使館的設置 這一切就是要圍堵中共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佈局 就在大約一星期前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會議 並發表了一份非常詳細的聯合聲明 對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這個舉動突然遭到安備國家、北約等的批評和警告